国民党籍南投现场林明珍,前,与民进党洪国号今年竞选南投现场,林明珍深耕 基层,经常到各乡镇时踏勘,且现场就任以来无重大负面消息,是优势之一 中央社记者肖国阳南投现设107年4月19日九合一选举决战南投现 三,中央社记者肖国阳南投现19日电,国民党林明珍与民进党洪国号竞选南投现场,林明珍深耕基层,现场就任以来无重大负面消息 而洪国号具经营长才,担任草屯正常表现出众,还有中央执政力挺,两人各具优势 林明珍跑基层跑得非常勤快,经常下乡踏勘农路,部分甚至没有路名,深入程度堪比村里长 还有村民对林明珍说,你是近50年第一个来的现场,另外,从集集镇长,现议员,立委到选上现场 林明珍在地方服务20多年,累积的基层实力深厚 天道酬勤,国民党南投现党部主委洪荣章说,林明珍第一任期三年多来实现政府财政改善许多 当初竞选政界也陆续对线,林明 秦的努力让许多宪民看到,从各乡镇市的民调满意度很高就可得知 相信林明珍目前状态是,跟自己赛跑,最大敌人就是自己 吴荣章说,林明珍很务实,政见陆续对线,以林明珍自身努力,现政府财政改善成果,现场执政 满意度及评比等各方面来看,面对年底这一仗仍不可掉以轻心,但他对林明秦连任有信心 国民党籍南投现场林明珍与民进党籍洪国号,图,今年竞选南投现场,洪国号担任草屯正常至今,执政 成绩深受肯定,并透过卓越经营,三年偿还新台币1亿8千万元赠债,被认为是,会做事的人 中央社记者肖博扬南投现社107年4月19日洪国号出身基层公务员,曾任职台湾省政府,南投农田水利会场,民国100年草屯正常补选,洪国号只赢对手19票 103年草屯正常选举则是大胜24000多票,可见职政成绩深受肯定,并透过卓越经营,三年偿还新台币1亿8千万元赠债,被认为是,会做事的人 民进党南投现党部执行长层从凯说,从南投农田水利会场到草屯正常,洪国号长期经营扎根南投,一路走 来凸显经营长财特质,加上民进党中央执政,南投发展观光如日月坛,西投,都需要中央政府协助 曾从凯认为,中兴新村活化再造,长期淹水需整治的猫罗西等议题,都是经洪国号建议才 开始启动,以洪国号经营才能加上中央政府权力支持,对南投的长远发展才有帮助 他指出,县党部最重要工作就是抓会选,另外,县府发包工程有五榜装,这些都要特别注意 这场选战,双方各具优势,林明珍深耕基层,贴近民意,洪国号受年轻人欢迎,还有中央职 正优势与支持,但基层耕于仍需加把劲,尤其浊水西岩县乡镇镇,如何开疆拓土将是关键 编辑,唐生阳,张芷轩,1070419